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或者守望都市的官方微信平台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最高可以获得千元现金奖励 今天要先不开始咱们先来说说教育 虽然我没有孩子 但是我知道对于所有家长来说 这个孩子的教育是头等大事 为了能够让孩子们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不少家长不惜花大价钱 只要遇到了热点的学校的学区房 那肯定是不惜高价购买 是的 不过现在买了学区房 也并不一定能够顺利的入学了 那今日呢 长春市朝阳区就有四所学校 面向社会发布了学位预警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稍后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 长春市朝阳区四所小学发布学区学位预警 有关注 全新动车组绿巨人首次亮相刷爆朋友圈 它是朴素旅客列车的升级换代产品 最巨人动车组时速160 它的编组更灵活 然后更便捷 华润静越台小区沙盘与规划不符 业主质疑好说法 他当时给我检查的是 在我买完房子之后 他们更改了规划 这样是幼儿园挪到了我家房子的正前方 如果幼儿园推置 在规划上没有并放过 我们继续和我 长家没提到的事情 静心失地 十万多只南千大雁停歇 场面壮观 柏油路面凸草皮 这事做的挺离奇 这就是柏油路凸的 我看看 新闻播出整一周 草叶枯黄 柏油依旧 临时草皮想要瞒天过海 规划部门打脸 责令整改 柏油路上的临时草皮 首都市 均力播出 节目开始咱们提到了 10月17号 长春市朝阳区政府网站 发布了南湖小学 明德小学 师大富小自由校区 今省第二实验学校的四所学校 2020年学区学位预警报告 那这个报告内容大概就是根据摩迪统计 这四所热点学校 学区内的适临儿童数量 已经超出了学校年度招生的计划 下面这条新闻家长们可要仔细看了 家长登陆长春市朝阳区政府网站 在教育局信息公开目录中 就能看到10月17号发布的 朝阳区2020年义务教育学校 学区学位预警报告 涉及南湖小学 明德小学 师大富小自由校区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四所学校 文件内容大致相同 根据学区范围内 适临儿童数量的摩迪统计 已经超出学校年度招生计划 为此面向社会发出预警 望周知 说的更通俗一点 就是2020年要入学的孩子 明德小学学区年要入学的孩子 超过了他的办行规模 也是他容纳不下这么多孩子 听了常春市朝阳区教育局 工作人员的解读 可能广大家长还有些疑惑 发布预警之后 会对招生政策有啥影响 学区房要失效了吗 9月30日之后 取得房屋签署证明的 有可能去不了 就已经买好几年房子这种的呢 那都没问题 朝阳区教育局工作人员 所说的9月3号买房分解点 是指今年9月3号发布的 朝阳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实施办法 其中明确规定 自该办法公布知日期 取得房屋全署证明的 热点学校下一年无法提供学位的 该热点学校下一年招生中 不接受自该办法公布知日期 取得房屋全署证明的 适令儿童少年入学该热点学校 这一政策可理解为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 即在今年9月3号以前 办理完产权落户 符合两个一致的话 这部分学区房孩子上学不受影响 这也是朝阳区教育局 为缓解择校热的一项重要举措 为了让家长对选择学校有个预判 赵生入学实施办法还明确 热点片区推进多校画片 声援远超学位的 向周边学校派位分流 都说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头等大事 如今教育部门采取多种办法 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布局 家长们也要及时掌握政策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选择适合的学校 这样才能保证孩子更好地接受教育 首昂都市印得海军报道 这教育政策一直在调整 也提醒适令儿童的家长 时刻关注政策的更新 注意预判 别耽误孩子入学 关注完教育 咱们再来看看出行 咱们提到动车的颜色 应该都是觉得白色 说到绿色 我的这个印象里 好像只有绿皮车 但是今天在长春站 我们看到了绿色的全新动车组 也被戏称为绿巨人 是首次亮相东北地区 10月22日10点 记者来到长春站了解到 乘1553次列车 将于11时10分 在长春站驶向目的地 吉林松原 这也标志着动力集中动车组 正式在长白屋 快速铁路投入运营 由于列车车体外皮 涂装为国怀绿 又被称为绿巨人 这也是他首次在东北地区亮相 而区别于普通动车组列车 绿巨人更是升级产品 与其他动车组区分在于 它是朴素旅客列车的 升级换代产品 绿巨人动车组 时速160 它的边组更灵活 然后更便捷 两端都可以进行操作 动力集中在列车首端或尾端 首次乘坐 觉得这个车厢特别干净 座位特别舒适 这个颜色是绿色的 很清新 挺好的 非常高兴 真没想到 因为我赶11点的车赶不上了 我还说有一趟11点10分的新家的车 还有我说 特别好了 此次在长春站共开行四列绿巨人 其中目的地包括松原 白城 通鱼方向 而长春至通鱼的乘1557次列车 在长春站14点38分开车 全程运行4小时30分钟 绿巨人的开行也结束了长春到通鱼 没有直达车的历史 守望都市加入张扬报道 今年10月8号开始 长春市城市管理局开展了清除野广告综合治理行动 对城区内一些老旧小区野广告粘贴比较严重的区域 进行了无死角的清除 您看 截止到目前累计清除了37万余处野广告 也强制停机野广告的宣传电话 从今年10月8日开始 长春市城市管理局开展了清除野广告综合治理行动 通过前期的调研和走访 城区内一些老旧小区野广告的粘贴情况比较严重 长春市城市国理局针对这些区域 进行了全覆盖无死角的清刷工作 要进行全域覆盖 不留盲区 不留死角 现在我们全市 共清刷37万 7656处 据期针对野广告的治理工作 主要从街头清刷和源头治理两方面同时进行 对野广告中所出现的电话号码 进行了强制性停机 截至目前 我们共停机 非法小广告号码 3398个 立案 九起 处罚呀 3万余元 截至目前 长春市城区野广告治理已出现成效 接下来长春市城市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对野广告的治理工作 与各区责任单位 街道齐抓共稳 全面治愈野广告对城市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 守望都市 王磊 海芝麻达 又到了候鸟迁徙的季节 西伯利亚地区南迁的候鸟都将在此停歇 由于自然环境优良 这里也被誉为候鸟迁徙的五星驿站 清晨 太阳出生 博物笼罩下的浑春静心湿地显得格外祥和宁静 白鹿 灰鹿 海鹿 大雁等鸟类 在湿地中的水泡里和谐共处 远处的草丛里还不时会看到野鸡觅食的身影 由于南迁大雁从西伯利亚刚刚飞回 途中劳累 急需补给食物 整个清晨都在觅食 从十月初开始 随着候鸟种类和数量的增加 当地林业部门和森林公安也加大了保护力度 我们这个增设了高空云台 利用这个广角摄像头呢 实行360度无死角的云护 在这个龙山湖成立了全省首家 这个保护候鸟的移动警务室 在这个各个村屯呢 逐渐的增加这个候鸟保护这个护鸟队 来到浑泉的外地游客 也主动加入候鸟保护行列 与当地爱鸟人士一起为他们投食 看着这个浑泉森林公安和护鸟队 对生态非常重视和保护 我们也想出点力参加投食活动 据介绍 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 浑泉静心失地将迎来一年一度的 候鸟迁徙高潮 届时将有数十万只大雁等候鸟 在这里停歇觅食 首昂都市印德汪超 林叶李玥安报道 咱们接着来关注舌尖上的安全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组织抽检了13类食品 共760批次样品 其中合格样品734批次 不合格的样品26批次 了解一下 据了解 在本次抽检的不合格样品中 9类不合格样品10批次 蔬菜制品不合格样品1批次 冷冻饮品不合格样品3批次 食用农产品不合格样品12批次 不合格产品情况如下 南关区名阳超市销售的 标称德汇好酒坊酒厂 生产的营养小米酒 酒精度不符合产品名士质量要求 宽城区蓝天保真烟酒店 销售的标称吉林多余度酒业有限公司 生产的草原英雄 酒精度不符合产品名士质量要求 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苏州南街店销售的 红星大黄花鱼 恩诺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越野店销售的 标称长春市欧亚农产品物流源 为进货来源的芹菜 毒死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您可以登陆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官方网站 查询更多内容 守王都市赵新编辑报道 更适合中国法宝体制的飞鹤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马可布鲁子砖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大国品牌大分量方便面新行者 及麦郎一同伴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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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草皮想要瞒天过海 规划部门打脸 责令整改 摆油路上的临时草皮 首都市 均力播出 华润静越台小区 沙盘与规划不符 业主质疑 好说法 想省麻烦购买精装房 结果一点没省心 10月6号开始打药 刚开房 买薪水就爆了 洗手间 低热管 我这边只负责把他们的问题 告诉他们 他们来律师 绑称出国经营火锅店 男子诈骗30多万 他之前真是开火锅店 但是18年 就是跟这个被害人联系的时候 他有一个店 本节目由吉士传媒 吉士云智慧影音 5.0系统赞助播出 哈喽 5G精彩相约 现在登陆中国电信欢购客户端 或拨打1000000 预约5G套餐 领取三大优惠特权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首王都市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相信不少购买 七房的业主 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 实际交付的房屋 与前期销售人员 介绍的不太一样 去年夏天 长春市民马女士 在长春市华润静月台小区 购买了一套住房 今年9月底 她接到了通知说 可以收房了 马女士是满心欢喜的 到现场一看去发现 和买房时看见的规划 好像不太一样 2018年7月份 在这个长春静月台 买的这个房子 买的时候吧 销售人员根据沙盘 给我介绍的 当时告知我这个房子的右侧 有一个幼儿园 她说这个幼儿园 不挡我这个房子 在我房子的 那个斜对角右前方 马女士说 当初购房时 这栋楼还没有开工建设 她只能以售楼处的沙盘 和销售人员的介绍 作为选购的依据 今年9月底 她接到地产方面的通知 可以收房了 交房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幼儿园 在我这个房子 两个羊面卧室的正前方 距离我这个房子 大约20米左右吧 这样子就是根据她 沙盘不相符 而更让马女士不能接受的是 在她购房时 合同中明确标注了 不利因素提醒 位于幼儿园北侧 及东侧的C15栋 及C16栋都赫然在列 而她家的C13栋 并不在系中 在不利因素提示的里边 这个幼儿园距离 这C15栋距离 大约20.6米 提的非常精准 没有提到这个幼儿园 在我这个房子的 那个正前方 马女士告知记者 针对她家的情况 地产的工作人员 先后两次向她做出了解释 但两次的说法 却完全不同 她当时跟我解答的是 在我买完房子之后 他们更改了规划 这样是幼儿园 挪到了我家房子的正前方 等到我在后期 跟那个安静瑞 就是接触的时候 她又说没有更改过规划 沙盘跟实际可以不相符 马女士说 在她的沟通下 地产方面就此给出了 初步的处理方案 他们提出说 给我就是减免一年物业费 大约7000块钱 对于这个结果 我不能接受 我觉得这个对房子的价值 什么的都会造成影响 那么究竟是沙盘与规划 存在差距 还是幼儿园规划 临时进行了变更 马女士家遇到的情况 又该如何解决呢 10月21号上午 记者找到了华润静月台售罗处 由于该楼盘房屋整体收庆 在这里 记者只见到了地产售后部的工作人员 由于并未见到地产的相关工作人员 具体的情况 记者暂时无法得知 那么究竟幼儿园的规划 是否进行过变更 随后 记者联系到了长城市静月区规划局 负责该项目审批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表示 仅从备案及验收的情况来看 幼儿园的规划建设并不存在任何问题 我们只是以最终区合 那个总平面图为依据 相反应呢 我们不够理 最好是他在图画看了图 能准确学习的位置 刷盘宣托 我觉得属于商业品 在规划时 没有 没有这个值得监管 省安多事报道 国庆节前夕呢 长春市民王先生 拿到了自己在长春 澳海梦想城三期的新方钥匙 为了省去装修的麻烦 他当初特意买的是精装房 想着简单收拾一下呢 就可以入住了 没想到呢 本着这个省新买的这套房子啊 反倒让他有点糟心 我是14栋一单元501的业主 然后我家的问题是啥呢 9月30号是交的房 10月6号开始打压 刚开房 暖气水就爆了 吸收间 抵热管 这是事发时 在王先生楼下邻居家拍摄的视频 王先生说 当时他和楼下邻居都在家 虽然发现及时 但还是给邻居家的地面和墙面 造成了损失 而除了王先生家 14栋楼里新交房的其他邻居家 也遇到了地热管漏水的情况 我是14栋20805业主 地热管是19号白天就开始漏了 我705通知的 楼下业主通知的 六根地热管漏了两根 无业的态度意思也是修 我要只过延保五年 我不同意 王先生说 他们购买的精装房 按照购房合同的约定 是按照每平方米 1800元的价格来装修的 当时他们也看了开发商提供的样板间 但是拿到钥匙后 他发现房屋装修的很多细节 并没有按照样板间来实施 施工质量也存在很多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 在很多邻居家也普遍存在 之前我看这个热油器 是咱们现在市场上 所叫的叫束控的 现在是完全是按最早最早款 九几年的版 完全在市场买不到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买到的 现在的热油器调温度 全是靠手调 全是靠这个轮 然后这个温度 这是显示温度的 有震动的情况下 里外体的水泥全部脱落 这些只要是一关窗户 只有脱落的 窗户只要一时间推 它前后都晃 我们担心窗户会有坠落 地砖就是高地不平 然后那个调查的得十分多 就大厅得有个十八九块吧 要不然给你补美方剂 要不然就给你更换 你得接受俩伞 然后现在我不接受俩伞 我新买的房子 为啥我要接受俩伞啊 发现问题后 居民们也和澳海地产和物业 都分别进行了沟通 得到的答复是 等待维修 对此居民们并不认可 我按照第一个碗不像别的 万一以后再漏的话不好整 这会属于 我也对我自己负责任 和对楼下业主 全需要负责嘛 想让他全袍楼重装 就是全过铺 然后他们不同意 我按照说 存在严重的质量有问题 质量有问题 反过我装修费 然后弥补我的损失 我家第二个碗已经爆裂 那么居民们的诉求 物业部门是何态度呢 随后记者来到了澳海物业 了解情况 什么原因 我这边只负责把 他们的问题报到他们 然后他们来威胁我 物业经理表示 居民们的诉求 物业和开发商都已经了解 目前地产方面 也正在积极解决 本周三 也就是10月23号 澳海地产公司方面 将会有专人 给居民们 进行最终的答复 施工过程中 我没有参与到 最后是说 什么原因导致呢 你肯定是他们确认的 他的确认法之后呢 会有什么样的流行 就是维修处理啊 如果大家不同的维修呢 那我们一说 这不是先争议在这里吗 他们不同意 明天会有工程部的人 来和他们说 周三嘛 约的是周三 对约的是周三 比如说什么地不平啊 或者是窗户 关不严呢 电板间以前看的东西 和现在的实际不符啊 这些问题他们都提出过了 然后都是都会统一做交 守王都市 徐莹海军报道 可以说这房子啊 是个大件 基本呢都是很多人攒了一辈子的钱 才买到了一处自己心仪的房子 所以说呢 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地产方和物业方 能够尽快解决 让这些住户们可以住得安心 我们接着往下看 家住绿地中央树C区的业主啊 在今年九月份呢 也是刚刚收了房 在收房的同时呢 业主们都在地产缴纳了全额的供暖费 可是到了这个供暖期啊 这暖气却迟迟没有 想找开发商讨要个说法 却迟迟不见负责人 那么小区微供暖 这事到底是咋回事呢 记者现在所要的位置是 绿地中央树C区 据董女士反映 她家是今年九月份刚刚交的房 并且在交房时 她交了供暖费的全款 但是到了供暖期 家里却迟迟没有供热 在十月二十号正常开转了以后 我们就发现我们没有财暖 然后这样就是找那个物业 物业就说钱没有交给他们 他们管不了 然后我们就找那个售楼处 售楼处说的当初是地产拿的钱 交给财务 财务说我们只负责收钱 其他的管不了 董女士说 在此期间 他们想找地产的工作人员 询问具体情况 但对方却迟迟没有出面 为供暖仪式 业主们也没有得到正面的答复 紧接着 他们把问题反映到了12345 随后 长城市公务集团有限公司 新城公认分公司的工作人员 回复了业主 公认公司回复是说 我们三七这边没有派人 也没有拿着合同 然后来办理这个入网的手续 所以说归根结底 还是绿地这边的事 你要是没入网的话 你应该告诉我一声 我在交还是不交 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那你这不是欺骗吗 业主们都表示 入住第一年 家里没有暖气 给正在装修的他们 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那个师傅都说了 你刮到摆的话 油管的话 你必须得干了一号 才能什么第二遍 第三遍呢 那现在这个就没法进行了 那么 未能供暖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是否与地产 未在供暖公司 办理入网手续有关呢 随后 记者来到了物业 见到了地产的工作人员 第一年交通 第一年的管网 第一年设备 包括跟政府部门 供暖公司 相关对齐的这些东西 比较繁琐 咱现在找到哪路了 我这不太清楚 我这属于客户 给大家就是 做一个出户回复 我们那个前期部经理 一直在某个事 好个事 随后记者询问 是否能联系到 相关办理供暖业务的 工作人员 他说 稍后会联系相关人员 给记者答复 在此期间 记者电话联系到了 长专市工人集团 有限公司 新城工人分公司 询问具体情况 那么入网手续 地产公司到底办没办 随后地产公司的客服 又来到了现场 做出了答复 具体办没办 因为我不是业务的 肯定是有人办 不可能存在不办的 我这能恢复的 您就是27号这个 27号之前供热 虽然地产的工作人员 口头承诺 27号减能供热 但针对其他细节 与进度 他未能说明 在现场 记者也未看到 办理此时的工作人员 觉得绿地集团 对这个事情的处理 一点都不负责任 他们只是派了一个 说是客服部的人员 一问三不止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确定不了 我们现在要求 就是说尽快给我们供暖 双都市 嘉越付小茂道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共享单车 近几年呢 共享单车 给大家的出行 提供了便利 可是啊 有些人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呢 却不顾安全 近日有网友在长春的马路上 就看到了一辆 非常拉风的单车 那是如何拉风的呢 一起进入今天的 小手拍拍 几天前有网友 在长春的街路上 看到一辆共享单车 非常吸引大家的眼球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辆单车上 除了正在骑车的 一名女性以外 车框里还坐着一个 两人那是有说有笑 别提多开心了 坐在车框里 这是想干啥呀 小学生都知道 单车的车框里 不允许坐人 这都二十多岁了 咋还越长越回旋呢 前几天 有网友开车 途经西安大陆 点石广场路口时 因瞭望不够 信息和一辆黑色轿车 发生寡蹭 这开车 可一定得时刻注意 绝对不能六号 好在没发生什么事 是啊 本来这事 也就算结束了 可没成想 在下一个路口 这轿车居然追了上来 还特意地 遍了三次车 这可就不应该了 这是要怒怒的节奏 可不是咋的 这轿车司机 还不顾过往的车辆 直接把车 给停在路中间了 非得跟网友 掰扎掰扎 先别说谁占理 你看这原本 就没多大点事 怎么就非得 弄出一场剧来演呢 这也太不理智了 下面这位大娘 也挺不理智的 前几天 在长春市一家北京华联超市里 一名大娘不知因为什么 把超市里摆放好的卫生纸 全扔到地上了 这是对超市有什么不满 有不满意的地方就说呗 咋还扔人家东西呢 这大娘啊 是一边扔 一边还大喊大叫 吓得周围的人 都不敢上前置之啊 下面进入我们的夜问板块 今天又是谁 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把时间交给叶子 生活欲难题 叶子帮你疑问道理 生活欲难题 千万别着急 有事问叶子 解您心中疑 大家好 我是叶子 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 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闹心事 搞不明白的事 都可以拨打守望都市的热线电话 963890 或者是来到微信的公众平台上 来留言 让叶子来帮您问个明白 首先来看 长春市民庞女士的问题 挺有意思的啊 她说她家楼下 开了一家小儿推拿馆 工作人员跟她说了 这孩子有病的时候 少给打针 少给吃药 来推拿就行了 庞女士就想问问啊 这个小儿推拿 到底靠谱不靠谱 这事呢 叶子给您咨询了 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 首先小儿推拿这件事 它是靠谱的 但是咱们要分辨的是孩子的情况 以及给孩子推拿的这个场所 和推拿的人是否靠谱 首先没有医师资格证的人 是不具备诊疗资格的 其次呢 有病不上医院 去推拿馆就行 这推拿馆也真是敢闹啊 推拿强身健体 没毛病 小孩子吃多了 包括计时啊 晚上睡觉不踏实啊 我觉得像这种小毛病 咱们去推推看 倒也无妨 不当事吗 但是一旦真生病了 还是得第一时间选择 正规的医院 及时就医 小儿推拿 可信 但是不能迷信 更不能把保健和医疗 混为一谈啊 再来看 有一位网友呢 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 他家现在已经开始供暖了啊 但是供热公司一天只给三变气 听说呢 长春供暖是24个小时给气的 就想知道 自己家的这个小区 这样分时段的来供暖 是否合理 虽然说不知道您家在哪啊 但是一般分时段的供暖 一般都是 不是这个城市集中供热的 其实对于全天的供热还是分时段供热 供热管理部门并没有一个硬性的要求 衡量供热的标准还是您家的室温 也就是说 不管是一天两变气啊 还是三变气 还是几变气 只要家里的温度达标的话呢 这个供热公司它就没毛病 反之就算是号称一天24个小时不间断的供暖 您家里的温度不达标 那也是有毛病的 如果真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叶子给您出一个好主意哈 您可以找我们的守王都市 供热急查队 供热问题及您所及 再来看 长春市民孙女士打了电话说 网购了一件衣服 结果呢 卖家发的货不是自己想要的款 就想问问叶子 这卖家说换货的邮费要自己掏 这合理吗 叶子觉得这件事的关键点 咱们还是得先弄清一个问题 就是是你拍错了 还是人家卖家给你发错货了 一般来说 网购退换货所产生的运费 是由过错方来承担的 孙女士这个情况呢 如果是卖家发错货 又拒绝承担运费的话 可以在平台来投诉卖家 如果是咱自己拍错了 那让这个卖家来承担邮费 就不太合理了 一件衣服的邮费 其实没多少钱 如果是咱自己的问题 咱得认 不能赖那十块八块的 但是如果是商家欺客的话 那也绝对不好使 必须投诉他 不惯那毛病 好 今天的页问 就跟大家聊到这 如果说未来 您在生活当中 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都可以拨打 守王都市的热线电话 963890 叶子帮你一问到底 好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摆油路面铺草皮 这事儿做得挺离奇 那就摆油路铺的 我看看 摆油路吗 真心 还没有 我能长吗 能长吗 我们马上地区要办产权 不会说是我们最终 要把这个草 它就会放到这个 摆油马路上 推进一下 这个桂花叶收听的速度 新闻播出整一周 草叶枯黄 摆油依旧 从停车位向外十米 它这块都有标示吗 十米的位置 这个位置应该是 临时草皮 想要瞒天过海 规划部门打脸 责令整改 你必须 就是它是立地的形式去 去肉 才是强热说 摆油路上的临时草皮 首都市 经历播出 谎称出国经营火锅店 男子诈骗 三十多万 它之前真是开火锅店 但是一八年 就是跟这个 被害人联系的时候 它有一个店 本节目由 集市传媒 集市云 智慧影音 5.0系统 赞助爆出 Hello 5G 精彩相约 现在登陆中国电信 欢购客户端 或拨打 1000000 约5G套餐 领取三大优惠特选 欢迎继续关注 正在为您直播的 首王都市 10月15号 咱们节目报道了 长春市蓝色港满小区 三七门前 原有的柏油露面 铺上新鲜草皮 到底这番操作是为点啥呢 原来这小区开发商 是为了配合 相关部门的验收检查 将本应该是绿化的面积 临时复远 那么一周时间过去了 这些草皮情况如何 相关部门是否 如开发商所愿 进行验收了呢 咱们来看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这是10月15号 我们的记者 在长春市蓝色港满小区 三千门前拍摄到的画面 几经了解 柏油露面铺草皮 这个事儿是小区开发商 吉林省天立房地产 有限责任公司所为 地区整体要规划验收 这个话呢 也是我们想就是推进一下 这个规划验收的一个速度 不过说是我们最终要把这个草 它就会放到这个板游马路上 我们也会把这个板游马路 最后恢复成 它一个绿地的一个状态 那么时隔一周的时间 这一部分的绿化 是否如地产方面负责人所说 进行改造了呢 今天记者再次来到了 蓝色港湾小区三七 原本绿油油的青草 大部分已经开始枯黄 掀起草皮 下面依旧是白油路面 那么开发商的这番操作 又是否如愿应对了 相关部门的验收检查了呢 随后记者来到了 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二道区分局了解情况 负责这部分工作的 监督检查和地矿管理科 王小峰科长 首先给我们拿出了 蓝色港湾的设计规划图 图纸上明确划定了 草皮铺设位置的原有土地功能 没有按照图纸进行施工 就必须将其恢复成原样 王小峰科长告诉记者 他们从2017年开始 就一直在向该喀发商 下达整改通知书 直到2019年9月末 为了配合小区业主 尽快办理产权 规划部门再次下发 整改通知书后 就出现了这次柏油路面 铺草皮的事件 规划许可实际上就是法 他这样做是没法 就是我们 你接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我和我们分局的主管局长 就到谈这去了 去完之后呢 又给他下一个中央控制 就说你这个位置 原来规划许可是绿地 你必须就是按照绿地 这种形式去建 你不能在水平地上建 水平建都会忽略人的嘛 就是只有刨开以后 上面铺光土 然后你建草皮 这是绿地 正常二个月左右 你必须把这个设计找 我们现在一直在读书 这预期呢怎么办呀 这个我们的规划局 没有强制执行权 我们只能设计区政府 我们设计区政府 是由区政府的 读书的采取强制措施 让他来做 只要你不合法规定 我们是不给他 进行提供验收 他在这个板油路上 铺的是真草皮 如果我们用右眼来看 是不会发现这种情况的 就像咱们工作人员 如果先到 下到现场 不知道这种情况的情况下 他怎么来辨别呢 他会中西草坪去看吗 不许去看 就是咱们抛开这个项目 就是其他项目 咱们去怎么 正常来讲 我们就到 每个地方 我们都是要实地查看的 不是说你建完了之后 我们去看一眼 还是实地查看的 那查看呢 另外一样 我们平时跟踪管理的时候 也是在查看的 属王都市张默星南报道 劝君莫做亏心事 古往今来放过谁啊 同样没有放过的 还有接下来这位男子 近日 麒麟市江南派出所 成功破获了一起诈骗案件 一名男子谎称 出国开火锅店 投资少利润高啊 长春一女子就信以为真了 连忙转了不少钱 结果呢 前前后后被骗了34万元 吉林市警方远赴四川南冲 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回案 2019年4月15号 吉林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 接到一女子马某报警 称在2018年5月至12月期间 被一名男子已开火锅店 需要资金支持为由 先后骗取人民币34万元 那么女子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呢 法案民警也向我们介绍了 具体的事发经过 她是16年的时候 在四川旅游的时候 认识一个叫那个姓夏的 一直有联系 然后在18年的时候 又去四川玩了两次 玩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男的 说他在那个四川这边 开过很多家火锅店 跟这个女的说 你要想投点资啊 还有什么 想要干点什么买卖 我可以让你加盟 当时被害人马某听后 非常动心 从四川游玩回到吉林后 也一直与男子联系着 男子也表示 一有好项目 就会马上通知马某 随后这嫌疑人 联系这个被害 就跟他说 我现在打算在那个缅甸 开一家火店 想问问你有没有 那个投资的意向 先去准备一点钱呢 你看能不能把钱给我 就这样 马某分几次给男子汇了钱 总共汇出56万多元 但一直没有回报 为此 马某也曾多次联系男子索要 但最后男子却联系不上了 因为那个被害 他的钱 也有一部分是朝别人借的 有时朝他要钱 他这边没办好了 就是一直联系那个嫌疑人 嫌疑人呢 为了那个继续 对这个被害人是诈骗 所以说他先起还了耳朵 之后呢 这个嫌疑人就联系不上了 据民警介绍 当时嫌疑男子给马某提供过一张 关于火锅店的营业执照 民警根据营业执照上的信息 首先赶到云南省进行调查取证 确定该营业执照是假的 之后又前往四川省南充市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 最终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大力配合下 于2019年9月21号将犯罪嫌疑人 夏某抓捕归案 他之前真是开火店的 但是18年就是跟这个被害人联系的时候 他一个店都没有 跟他联系的时候呢 已经签了好几百万了 四川那边当地的法院 已经判了赔偿 已经大约能有三百多万 现在已经是失信人员 精神讯犯罪嫌疑人夏某 对其诈骗的犯罪事实供人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夏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沈黄路士 文泽志刚 吉林时报道 我们再来发布一条消息 近日长春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 特大非法销售笑气案件 分别在吉林长春 广东 佛山 各打掉了一个非法分装销售笑气的窝点 累积查扣成品 笑气液化气体 钢瓶十万余支 笑气液化气体罐一百八十五罐 笑气液化气体罐装机十一台 笑气液化气体钢瓶空瓶七万余支 试案总金额高达了一千五百余万元 具体的案件侦破过程 我们将在明晚的节目中为您详细报道 咱们再来看 前一天在安徽伯州市民报警称 路边有一个汇洞的编织袋 里边疑似有不明物体 警方立即赶往现场 咱们也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 深夜一个编织袋在路边扭动了起来 民警赶到现场后 打算解开袋子揭秘真相 这个结局有点突然 民警调查了解到原来是小狗太调皮 被主人装进了编织袋 主人骑电动车回家途中 不慎将其遗落路边 再来看看下面这只暖心的狗狗 小主人犯错挨骂 狗狗全程挡枪 努力卖萌劝和呀 老实在是还让他们讲话 爸爸跟你说多少回了 让你坐在下面一定要听老实 认真听老实讲课 你干啥呀 你哥哥犯错误了 大爷简直说呢 你别老在这喊顾着行不行 你让我哥哥犯错误了 你让我把话说完 在行不行 他看到孩子哭了 然后他就很害怕 就找在他们两个位置中间坐下来 他怕 他可能是怕 怕那个 他爸爸动手打他 然后就坐在他那个 坐在孩子的前面了 因为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情 咱们就是身高一点 他就会以为我们是在吵架 然后他就想劝和 真是既聪明又暖心呢 给你点个赞 下面一起来看 看着就腾系列 男子骑电动车被路边一个木棍刮倒 所幸当时电动车车速并不快 驾驶员只是脸部擦擦 电动三轮车驾驶人 载货超过程度超过规定 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机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是在大路上行驶观察处 为确保安全 也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 他们双方均负本企事故的同等人 骑车要小心 走路也不能大意 这不下面这位大哥走路玩手机 结果撞了个头破血流啊 真是看着都疼啊 你这也不是在玩手机 而是在玩命啊 本节目共同独家精彩短视频 都在西瓜视频 欢迎下在西瓜视频APP 搜索观看守望都市 接下来我们已经送福了 送福记者湛冰带着礼物 来到了长春市的龙城御苑 连线一下湛冰 看看谁这么幸运啊 湛冰你好 嗯 主持人你好 都市送福幸运到家 这里是长春种类传媒播出 即是传媒特约播出的都市送福 我是湛冰啊 咱们又一次见面了 见面的不仅是我 还有我们今天的幸运观众 今天来到这家 我们看到啊 现在是两位女士 一个这是我得叫阿姨 这位就叫一个年轻的女士吧 来吧 首先我们跟着电视机 观众打招呼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这个其实今天来的时候啊 下午给这个阿姨打电话 阿姨就说 家里今天晚上人挺多呀 你咋样做呢 这感觉这都有事了 很遗憾家里只有两个人 但是没事 咱讲米不减是吧 来首先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吧 您贵姓 我姓刘 今年 75 来这位女士 我姓桑 今年48岁 这个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您的 这是我姑娘 然后整个今天晚上正常的家庭成员 都有哪些呢 您的 我的姑娘 外甥女儿 还有 还有您的爱人 对 爷爷 然后还有这个 您得说这条是女婿 是不是 那今天这条是有工作 没有办法回来 是吧 但我聊的时候 在刚开始问的时候 我知道一个事情 这个名还不是您想报的 是 姑娘想报的 我想报了 我怕 你怕什么 我怕中伤 这有什么怕的 那中伤了咱就得 中伤了你又不失去点啥 这话预言又止的样子 最后报名了 报了 然后呢 也获奖了 下午的 谢谢你们了 那不客气 这最主要的东西 我们把奖品给拿起来了 是不是 其实今天这个 来到这里的时候 可以说 阿姨非常的高兴 然后呢 这个家里有很多这个成员 其实呢 现在还有一个 就是在屋里的爷爷 这已经睡觉了 睡觉了 所以你看到战兵 从头到尾 这声音都非常低 耳朵听不着 嗨 耳朵听不着 那咱还得行 你们看他都不知声 行 这看出来 这个阿姨也挺可爱的 这样我们今天来看看 今天都是送福 为您送上了哪些奖品 好不好 来 首先第一个 为您准备的是 我们的摩登红人 为您提供的化妆品一份 后方为您准备的是 我们的极数美的卷脂一份 前方为您准备的是 我们的李宇田米叶的 天香馅里的大米份 这边为您准备的是 蓝羊的医用冷肤眼贴 这边为您准备的是 我们的内蒙古人酒夜 为您提供的迎饼酒一份 内蒙古酒夜好喝 不上头 最后是和铃食品 为您提供的调料 大礼包一份 再一次恭喜你们 恭喜恭喜 谢谢 奖品拿走了 这回开心了 开心 这回也信了 信了 真信了 这样最后一件事 您说 我天天看都市 没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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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个白不白看 我就得考考您了 知道都市送福的口号吗 知道啊 这怎么说的这么没底气 我说上去咱说下去 看能不能接对啊 来都市送福 幸运到家 幸运到家 啥的 这里是长选手 留意关闭播出 几时传媒特约播出的 都市送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各位 好的战兵啊 你看每次送福的时候 都有人说 我也想要礼物啊 但是就怕送不到我家 但您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记住 不打8908900 说不定福气啊 就到您家了 5G看移动 世界看中国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相信很多人啊 都收到过一些 帮忙砍架 加速拼团的链接 很多人在收到的时候呢 都是不堪其忧 很无奈 不过呢 这种现象 已经得到了控制 因为微信 开始出手治理了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打开微信朋友圈 经常会刷到 帮我砍架 帮我助力 帮我投票 这样的字眼 而微信上 也总会有些朋友 或亲戚 发来这样的消息 在吗 帮忙砍下架呗 点一下 一起拼团 优惠大 帮忙投下票呗 5号是我家孩子 接着呢 就甩出了一条连接 而这些经历 你怎么看呢 他们可能 想省点钱呢 是同学嘛 然后朋友嘛 就帮助一下 也没什么 对我也没什么影响 实在不行的话 也就是 有一类人平时不联系 但是 然后他就会突然 发一个这样的 砍架的东西 这样 其实就挺反感的 经常配合 朋友砍架 都快成这种 网页的职业杀手了 然后还必须得 下载一个那个 这个up 然后这过程 其实是挺繁琐的 对此微信官方 于10月18号宣布 好友助力 砍架 拼团抽奖等活动 将在微信 受到限制 具体情况为 不可违规使用用户头像 不可诱导 误导 下载或跳转 不可进行 好友助力 加速 砍架 任务收集等 违规活动 修订后的新版 微信外部连接 内容管理规范 将于2019年10月28号 正式投入使用 首帮都市 赵新 星南报道 2019中国长春创业就业博览会 10月25号将在长春举行 届时呢 有300余家单位 近600个岗位招人 具体情况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便民服务台 2019中国长春创业就业博览会 将于10月25日至26日 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三号展馆为人才招聘对接馆 本馆飞为两天 组织开展主题招聘活动 其中25日举办主题为 长春市万人住万起 人才招聘服务大会 会有近3000个岗位需求的 151家招聘单位 搭建人才招聘对接平台 26日举办主题为 促进高校毕业生 留长就业创业服务大会 长春市152家优质企业 提供第3000个就业及建训岗位 10月27日 民航即将迎来 2019年冬春换季 长春往返北京的 CZ6143 6144航班 将首批转场至 北京大型国际机场运行 提醒大家 往返北京的旅客 请在购票时 关注所乘航班的机场 提前规划路线 避免耽误行程 长春部分区域燃气安检 安检时间为10月21日至10月27日 安检区域有 河东路以北 伊东河以西区域的香水湾小区 宜家灌南小区 紫禁院小区 以及太河东街 同康路 长新街 远达大街 长春市南关区计划停电 停电时间为10月23日 早8点半至17点 影响范围有 金鱼大陆以南 西至前进大街 东至新明街 国信中央新城小区 国信央城8号 前水湾小区 集森曼华林小区 等居民及用户停电 爽多士 编辑报道 下面我们把事先转向省外 关于儿童安全的问题 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提及 除了家长们的精心照顾以外 一个安全的环境 也是十分重要的 10月8号中午 安徽合肥一名 一岁多的女童 自己在房间里玩 就不慎被一瓶管道疏通剂 严重灼伤 据医生介绍 女童被送至医院时 颈部 前胸部 右上臂等处 呈现红肿破溃 表皮脱落 情况十分严重 这个孩子当时送来的时候 家长还是非常焦虑的 然后因为他来的时候 生命体重还是比较微重的 他来的时候有休克 然后全身大面有的伤伤 呼吸也不是太特别好 当时我们立刻就在下来病 据了解 事发时 女童的母亲梁女士正忙着做家务 一岁多的女儿 拿起一旁的清洁神器 管道疏通剂 两女士在夺过孩子手中的疏通剂时 部分粉末洒在了孩子的嘴里和身上 之后家长用水给孩子冲洗 其料孩子被灼伤 据家长叙述呢 他是因为他 他买的那个清洗剂啊 是一个颗粒状的 就孩子在玩法的时候接触到了 然后家长发现的时候呢 他去接触 去抢夺他这个东西的时候 然后就导致了这个 这种颗粒状的物体的洒漏 经诊断 女童体表有10%至19%的附着伤 通过抗休克预防感染等处理 目前女童生命体征平稳 在儿科重症监护室继续接受治疗 目前的生命体呢 已经让它平稳下来了 我们休克期也过了 然后现在呢 主要是一些预防的感染 抗感染的情况 一些治疗 然后他目前呢 整个创面的切架啊 都还行 呃 再过一段时间 再稍微稳定一点的话呢 我们可能要连消账 都给他进行一些治疲了 医生提醒 家长一定要将家中的清洁剂 以及药物分好 避免孩子有机会触碰 近日广西河南派出所啊 接到了报警 说有人在酒吧内发生了争执 竟然用手枪威胁他人 接到报警之后呢 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监控录像显示 酒吧内两名男子起冲突 其中黑衣男子谭某 掏出手枪盛唐 不过身边女子劝阻 把枪指向了白衣男子 北某的头部 经调查 发现嫌疑人谭某 已经潜逃回黄江县 我们派出警力 赶到黄江县 在某小区抓获 嫌疑人谭某 民警在谭某家中 缴获作案手枪 经审讯 谭某共振说 案发当天凌晨 她喝了不少酒 到京城中路某酒吧时 看见了在此打工 已经分手数月的女朋友 双方随后发生争执 此时女朋友同事 北某出来劝阻 于是发生了 开头的这一幕 经过谭某所持的枪支是在环江一所学校旁的小卖部花10块钱购买的玩具枪 目前谭某因为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实质 来自大众 尽想出众 接答VS5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两大酱香白酒之一 青花狼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来自大众 尽想出众 接答VS5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 三到二十一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首网都市 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发的留言情况 长春市民刘女士想要寻找楼上的邻居 刘女士家住在沿河街1800号 冰河小区613栋105室 楼上这个205室从这个供热试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漏水了 已经十多天了 他家的这个卧室棚顶有多处的这个漏水点 那联系物业查到楼上的业主呢 叫做满书春 希望这名业主呢能够尽快回家把这个阀门关闭啊 那刘女士的电话是188-4456-2408 咱们再来看看长春市民安先生啊 昨天呢不慎把一个藏蓝色的包 钱包丢了 里面有安国元的身份证 银行卡 驾驶证 还有一千多元的现金 安国元啊 希望呢 时到者能与他取得联系 电话是180-8860-3123 好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见